通常我们讲 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德罗 德罗有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 你得到是快乐的 而且 你所求的的是 是无比的 求财富 求公民富贵 求智慧 求长寿 佛家都有啊 非常有效果 绝对不跟众生 接远处 你说跟众 我们学了佛了 用佛家这些方法 做了十年实验了 十年成功 我们的农作物 不用花费 不用农药 我们的收成 比那些菜农果农收成的好 他来看到非常羡慕 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跟那些虫小虫 跟他亲约 跟他商量 我种这个菜 我会画一个地区 画一区 我要非常认真地去培养那个菜 那个菜专门供养你的 你去看 那个菜小虫吃的 各一条田梗 这边 那是我们的 他一点都不伤害 神年如意 果木树 我们都省思 不比果木 要用什么袋子包起来 去放虫 用不出啊 我们给小鸟 小虫也订用 我指定有多少棵树 我在澳洲中里有三十多种果木树 很多 数量很多 每一种指定几棵给你吃 他们多在那几棵 没有指定的 他一点不伤害 你看我们跟你小虫小鸟关系多好啊 但是附近农夫来看的是很羡慕啊 我说 他们懂死 他们很很懂感情 你爱护他 他爱护你 我们这彼此相爱多好呢 共存共荣 我们的收成没有减少 年年都增加了 佛告诉我们 不但 有钱的众生 我们能够跟他交流 这所有动物都能跟他交流 无钱的植物 他也懂 树木花草懂啊 我们爱他 他爱我们 所以 树木长青 开花特别美 特别香 果 借的果特别好吃 你等爱他才行啊 爱心啊 真的爱他 真的照顾他 关怀他 那用欢喜心对他 你会得到好的回报吗 因为我们爱他 只好 失败了 使用 有人 有年轻人 知道